醫療超負荷 房屋不夠 源頭減人 舒緩問題 醫療爆煲 房屋不夠 控制外來人口 源頭減人 簡單情證 源頭減人 源頭減人 簡單情證 醫療爆煲 房屋不夠 簡單情證 舒緩問題 好 我們號一號 好 我們的眼神可能齊一點 我們先看右邊 看右邊 我們的右邊 跟著我們中間 跟著我們左邊 好 我說幾個引子 跟著由加威兩位議員先說 好了 今天手上記者朋友也有一份聲明 就是我們這麼多個聯署團體 個人的一些主要的目標 訴求 待會整個聯署名單應該就會到 應該超過20個團體 個人的 而今天主要由我發起 人口政策關注組的召集人 我同時也是新民主同盟的成員 各位 我們很多年來 我毛孟靖議員 范國議員都說 其實我們應該在房屋問題 是由源頭減人去控制單程證著手的 都說了很多年了 這個星期更加是由醫護人員 去說出要停150人 不是減這麼簡單 我想醫護人員都很深感受 就是當太多人口的時候 引致的問題 就是醫療需求上升 但是醫療配套和資源是不足的 再加上長久以來講的房屋問題 我們認為單程證去減 是一個可能最快和最有效益的方法 這個我們認為是和增加資源和增加土地 是應該相關齊下的 所以我們今天都希望透過這個記者會 去聲援醫護人員 支持醫護人員 和很認同其實去控制外來人口 去減單程證 拿回單程證審批權 是一個很重要 很實在 很有效的一個手段 是去舒緩醫療的問題和土地房屋的不足 先說這樣 待會我會有一些數據 說一說單程證的年齡走勢 不過我怕你們投票 不如你們先說 因為我那裡有時間說 接著我會交給各位團體成員 好 我都收到你的聲音 很響亮 最近大家都看到香港的醫療體系 是接近崩潰的 以前就說真的太多的新來港人士 我們醫療體系吃不消 有人會反問有甚麼證據呢 但是現在大家清楚了 我們恆臨覺醒的黃任康醫生 是講到明的 他用的字眼是渴停150 每天的單程證 我覺得渴停很難一次過做到的 沒有東西可以一束縮就 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說 我們源頭減人 因為之前也有數字拿出來看 就是150每天不是用完的 一般是120左右的 我們從這個開始120 然後就減到 或者可以想像一下是100 一路退下去 那你說家庭團聚是不是人權呢 有沒有憐憫心的呢 當然有 但是我和泛國威議員 從2012年講到現在 當中的假證件 假結婚 假護照 完全是做假下來香港 是消耗我們的資源的 現在講得很清楚了 年輕人時事都有一句的 希望大家不介意我引述一下 When there is scarcity you need to have priority 是不是呢 你如果真是資源 是緊絕到這樣 醫生護士出來叫苦連天 叫了命 你照樣是照做 我給多些錢你 陳肇始說 錢不是那個問題 你是湧入來的客人 那個病人 是多到這麼緊要 根本沒有人手可以應付到 你說什麼呢 真是看一看黃任康的文章 所以希望政府是真是知道我們的訴求 我真正講 香港大陸化真是無以復駕 我們一班的無禮代議士民間團體 是長期關注到香港人的生活水平 生活空間受到制壓 當政府沒有一個整傳的人口藍圖 人口政策缺乏單程證審批權 甚至乎從來沒有在97年主權移交之後 是有個任何念頭 是要檢討單程證每日150個 這個的配額 是造成了今時今日我們香港 無論是醫療、教育、房屋 多方面都是出現了不同的社會問題 我們講的香港沉淪不單只是 上屆的特首梁振英開始 我們講在經濟社會文化的層面 其實我們香港人都是生活得非常困苦 過去我們關注到雙非孕婦來港產市 學額不足 接近邊境的例如上水、北區 但是大家看看今時今日 香港的醫療、房屋 已經是面臨一個超負荷的情況 所以現在我們倒退到我們的醫療系統 公立醫院好像第三世界國家一樣 走廊、病房爆滿、急症室爆棚 我們不能夠接受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近日因為醫療的醫護人員 就是出來叫苦來天 也都是再一次確認了我們長時間的觀察 就是因為如果這個人口的政策是沒有審批權 以及沒有設定一個長遠的藍圖的話 我們的教育、醫療、房屋的政策 制定的方向到底是從何說起呢 希望政府必須要認清我們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 大家不要忘記在上一屆的特區政府 這個我認為很邪惡的梁振英 受到社會上的壓力 都有在2012年的7月1日引入了這個 私家醫院零配額這個制度上的改革 那個時候是因為11年 有兩次香港史無前例的數百名的孕婦上街 去促成的政治壓力 但是你看一看林鄭月娥 我們現在的特首領導的政府 怎樣去回應我們在房屋、土地和醫療上面 面對爆棚的情況是無動於衷 只是繼續用一些犯道德主義 或者是用一些家庭團聚的藉口 沒有認清我們現在香港的醫療教育 房屋和資源上面出現了緊絕 出現了一個很巨大的挑戰 不要從源頭去認清問題 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再藉著聯署的聲明 將問題提出來 和提出我們要求對政下約的改革方向 好 我想稍微 牧師過來吧 或者是 你們 好 牧師過來 好 那我會先說一說 就是我們 有很多的數據 可能牧師都可以拿著 拿著也不奇怪 對了 對了 好 一會兒沒有可能 對了 好 先這個先 這個不用給他了 要動得起 好 各位 大家可以說他都看到這幅圖 這幅圖是將過往2007年到2016年 單程證的年齡分佈的數據 將它變成一幅折線圖 後面都可以看見是這樣的 這幅圖是政府提供的數據 你可以看到幾個特點 其實單程證是有老年化的趨勢 這些線在升的那些全部都是一些較為年長的人口 我想都是跟黃任康醫生或者一些醫護人員說的 就是很多時候來到的 可能馬上來洗腎 或者馬上去用醫院服務的 因為正正 就是我們香港沒有單程證的審批權 沒有辦法去審批來來到的年齡 和相關的一些收入的組別 而令到 我們出現到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些大量需求的大陸的人士 透過單程證來到香港 用一些醫院的服務 好 那牧師王來幫我定一令 好 好了 這幅圖呢 這個數字就很明顯了 2016年有五萬多個單程證來到 可能要遮一遮 可能要拿著 可能要拿著 好 總共一萬三千人 總共一萬三千人 當中呢 是有三千一百六十六加一千零二十 即是五千多人 是五十五歲以上的 換言之呢 當沒有單程證審批權的時候 竟然是出現一些長者來到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團聚呢 是令到我們的醫療服務呢 是令到我們的醫療服務呢 是百上加根 好 他還沒來到香港 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是踏入香港境內 去到羅湖的關口 他拿到香港的一個入境權的那一刻 才知道他是什麼的背景 什麼的年齡 那怎麼做社會規劃呢 我們是沒有可能做到社會 醫療的規劃的 那所以我想 醫療爆煲 其實五年前 當我們提源頭減人 已經預見了 所以今時今日 真的要 就是盡快 立即地去 就是控制外來人口 好了 那講著這樣 我想必然有團體發言 我想牧師先 要是 或者跟著有檢查文 因為那個名單 我不知道齊不齊 所以可能你先介紹自己的背景 先讓我先進行 劉志豪牧師 香港基督徒社關團契 我們只是很簡單 可以講一個 就是簡單一個的現象 就是 去對比我們香港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一個 就是長遠人口的規劃 就是我們都受一個 單程證的制度的影響 相比我們看回香港 在1997年之前 其實我們整個經濟 就是人均收入 其實都比新加坡更加高 但是自從回歸以後 就是我們開始 我們整個人均收入 反而我們是比新加坡更低 有專家都告訴你 其實其中一個很關鍵 就是那個人口政策的問題 相對於香港 新加坡它有一個良好的人口政策 就是它吸納優秀的新移民 以至一路壯大它的城市的發展 但是香港呢 就是我們受制於這個單程證制度 我們沒有得去自己去篩選 選擇一些新移民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到新移民的質素 以致長遠一直去影響 我們香港的經濟發展 這個人口政策呢 其實是一個很長遠的問題 它不是每一天呢 就是新聞報道的頭條的新聞 但是這個是非常之根本 直接是影響整個城市長遠的發展 所以很希望政府真的去 不要再去思考這個政治 或者就是很多 只是考慮政治要討好 就是中國大陸中方 而發展了香港長遠的發展那個計劃 就是我們今天 就是醫療系統的爆煲 其實只是冰山一角來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健全的人口政策 其他很多的問題會繼續一路爆發 一路去浮現出來的 其實對於香港的發展 其實是令人非常之憂慮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真的要切實去關注 就是不要利用這個人口 做一個它自己的政治的一個工具 當它說要有什麼基建的時候 就慢著說人口有很多增長 但是很多的配套各方面都沒有考慮 好 接著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聽到嗎 香港文化研究社 曾卓民 日日150名新移民 你建多少公屋 建多少醫院都不夠了 林鄭和陳茂波 香港就說為了家庭團聚 但是現在已經是公開秘密了 中國大陸那些單程證 其實黑市有價 聽說150萬就有交易 根據霍氏新聞 Tucker Carlson就說 美國其實有些地方跟香港相似 就是說 在美國的危阻疫政客 和一些跨國大財團 例如Facebook、Twitter、Google、Amazon之類 他們就極力主張 蕭融邊界 歡迎非法移民 目的無非就是要拿 新移民的選票 和他們的廉價勞工 不過 香港和美國不同的地方 就是香港受到中國殖民 中國要的是香港的地和基建 不是要香港的人 根據去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的國家情報法 所有的中國公民 都有義務幫國家做情報工作 現在香港通街都普通話 正如美國加州、芝加哥 這些庇護非法移民的省市 隨街都可以聽到南美洲的西班牙話 香港和美國的主流文化 因此而大受衝擊 文化當然可以多元和兼容 但是如果失去主流的話 國不成國、家不成家 多謝各位 我們稍微移一移 Tracy 你說一下北區的情況 你也會說 我們移到 因為那個麥克風不知道是否受到 我們稍微移一移 出民可能也移到 下一位說的可以移到第一行 下一位說的 下一位 不好意思 好,好,好 我在這邊,Tracy旁邊 大家,大家 我去帮他,Tracy 好,行了 好,大家好,我是公民社會發展支援中心的梁芳圍 其實我想今天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希望香港人能夠 有回他們自己的生存空間 其實在...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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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好 那我來一次,我是公民社會發展支援中心的梁芳圍 其實我想今天的訴求很簡單 聯署就是想 我們香港人能夠拿回自己的生活空間 其實在主權移交21年來 已經有超過150萬的 就是中國人透過單程證的方式來到香港 而香港政府其實這麼多年來 都一直沒有正視過香港人口的承受能力 最終到了近年 無論是房屋、醫療、各種問題漸漸爆煲 其實我們今天生活在香港 都很難說是一種生活 我們極其量只能叫做生存 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都只能夠毫無尊嚴地在香港那裡生存 例如說住屋 很多新聞都說新移民呢 很多時候三年、四年 因為他們有很大的家庭 很容易上樓 但是香港的年輕人呢 他們正正經經打一份工 很多人最後都要住劏房 那麼說醫療 大家都說很多就是 今天我們等急症室 最少要等六個小時 然後醫護人員呢 一個護士去照顧十幾個病人 到昨天甚至有新聞跟我們說 在香港連死都死得不安樂 因為我們死了 死了的話 連房都要兩份一起分套一個私家 這些事情呢 是不應該在一個發展的城市裡面發生 這個問題呢 已經嚴峻到這個地步 我可以見到其實香港的人口呢 壓力其實已經爆了 所以今天我們都不需要再說 到底那些 由中國來的移民呢 他的質素是怎樣 他的年齡是怎樣 這個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優次問題 就是我看到其實香港政府 如果他連本身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 都照顧不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什麼本錢去照顧 就是一幫由中國來的新移民呢 所以我很希望 政府能夠正視我們這次的訴求 盡快和中國展開單程證審批權 和配額方面的談判 給香港人一個有尊嚴的權利 多謝 好 說得好 好 坐 那我坐 Tracy這個位置 你坐吧 坐 大家好 我是六一七民間藥章 姓梁的 我住在北區 我有一個三高的長期病患者 在北區醫院 長期看醫生 竟然在八月份 我去內科覆診 門口的牌 就已經用普通話翻譯的英文名 噢 噢 那一進去就怎樣溝通呢 真的 進去後 醫生是女人 她還戴著口罩 不鹹不淡的廣東話 我根本醫生和我溝通 是溝通不了的 我問你可不可以找個姐姐來翻譯 上當年 鬼佬醫生 也有個姐姐 或者哥哥 站在旁邊翻譯 現在有些內地醫生 都要找人翻譯 才能聽到 他們怎樣跟我們這些病人溝通 那麼 溝通是一個問題 醫護那裡 就很不堪了 她根本了解不到我的病情 無端端又失去我又再看營飲科 無端端又失去我看 聽那些什麼糖尿病情科 根本這些上網都看到 而且她都不懂得查多久 我們已經聽過了 根本就搞到混亂了 吃藥更加不堪 幸好自己出去看私家醫生 正確我應該要吃什麼的三高藥 你想想 我們這些接近60歲的 哎呀 快要出來工作 多可憐 看得出很可憐 60歲以上的高官 都不帶老上班 特朱政府 是的 屍體已經是不尊重 是的 2005年周恩樂衛 都已經說了 事情會解決的 屍體是 就是隔數一個兩條屍 滿到地上是搭屍屍 最高的屍屍 因為它是線路 還有 屍體搭在地上 它怎麼去認屍體 為了一個牌 找一條像 勾到腳趾公裡 已經曾經爆發的新聞 就是領錯屍體 燒錯屍體 拜錯祖宗 新聞又說的 不是我們列祖出來的 現在今時今日 醫護人員 護士 醫生都出道聲了 要學庭 你不定地 輸入150個名額下來 但是配套設施 不完善 搞到現在 剛才所說 這麼多講者 住屋 讀書 醫療 甚至死 都沒有位 骨灰暗 就更加難說 沒有的了 沒有東西的 這個政府 這麼多年的問題 都不懂得去解決 怎麼可以想到 將來 軟體如何發展呢 根本不是XO 懂得解決的政府 人工比美國政府還高 竟然是沒有東西想得到 沒有大佬上班的 難怪她說要60歲至64歲 都要出來打工 是不用大佬上班的 又不用勞動力的 就是這幫人 你想想我們 將近年入40歲 接下來 還輸入65歲的 勞工人 是不是勞工人頭 不是的 可能下來 是跟我們拿醫療 拿住宅 拿福利 我們怎樣去負荷 但是她沒有長遠計劃 頭痛醫頭 腳痛醫控 剛剛林鄭上場 就說給了五千萬醫護 現在又給了五億 有沒有長遠去計劃 如何去舒緩醫療 現在爆煲到醫生都出聲了 好 其實她專門做到這個爆煲情況 第一 她想輸入內地醫生 第二 為什麼有六十歲至六十四歲 要你出來做事 就是想你斷層 讓你香港人口老化 不用增長 快點死去 我不用養你們 以前的 我們貢獻社會的長者 簡直是沒有了尊嚴的 臨死都要她出來做事 死了都沒有位置給她擺 死了都沒有 可以安安定定去安撞 根本對我們香港人 你收緊我們香港人的錢 我們出糧給你的 我們是沒有了尊嚴的 這就是 你移民吧 你最好了 喂 有錢 移民的 你移民到外國 有沒有尊嚴 是歧視的 你們的中國人 你們的香港人 只會走路 不懂解決問題 就是現在這樣的僵局 多謝各位 是 嘉惠 我先 好 我們是 喂 擋住 在這裡 不如 人民力量 快必譚德志 我們是 堅決要求特朱政府 是拿回我們香港人 應該有的 收回這個 內地移民的審批權 無論減少 或者減少 或者減少 都不足夠 但這 是一個民生問題 大家知道 但這更加是一個政治問題 因為如果 我們要收回這個 內地移民的審批權的時候 即是說 香港 其實是跟 中共的政權 是 可以咬手瓜 我們一起談 我哪知道 你每天的150個是什麼人 先讓我們看看 我們先決定哪些是家庭團聚 哪些是按人權可以團聚 哪些是那些古靈精怪的 即是給錢 課水 過水濕腳 我們知道 很多是在後門 走後門那些 我們是不想要這些人 我們想拿回這個自己決定自己的地方 有什麼人進來這個地方的一個權利 這個是非常大亦不道 對於中共的政權來說 這個是我們連解放軍 即是出來幫我們什麼 執書 掃街 我們問多兩句 我們陳志全議員在立法會 問多他一兩句 保安局局長說什麼 我們不可以問這些 那個邊界的問題 我們怎樣去守護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政治問題 好了 現在醫生護士都出來了 我們每日 剛才都說了 醫食住行 住屋的問題 我們住公屋的 我們在公屋做街站 那間公屋那個人 經常在這裡自吹自擂 說在大陸有多少間屋 又下來著聲就申請到公屋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們這些立法會員 怎麼做事呢 我們又問房屋處 你們怎樣可以核實到 在大陸那些人 在大陸有物業 但又下來著聲又申請到公屋 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衝突的話 是政府的責任 如果政府清清楚楚告訴我們 哦 原來有多少人是這樣 多少人就是這樣 哦 每天白午呢 有多少人就是這樣 多少人就是這樣 清清楚楚 那我們香港人的恐懼 那個擔憂就能夠清楚 清楚的時候 我們和大陸人 香港人和大陸人 那個的差異 那個的衝突 起碼清楚一點 不像現在 現在香港人的感受是什麼 黃任康醫生都是 飽讀思書 他都說要學停了 現在人的感受就是 喂 大學生我身邊的同學 又全部講普通話 親戚朋友又講 旁邊的鄰居又講普通話 我們很不知道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就覺得你在屈 在屈我們香港人吃這些東西 每天就屈我們吃八五個 八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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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牧師在這裏 即是林鄭賊婆 她不能再說 哎 我們香港人是有人權 我們要愛護人 什麼家庭團聚啊 爸爸媽媽要下來照顧小孩子 什麼年輕人要下來照顧年老的父母 問一下兩個牧師怎樣回答林鄭賊婆 這個說法 講人權怎樣講人權 港共政權和中共政權 什麼時候會講人權呢 是不是 那些記者朋友一樣可以問林鄭 當林鄭賊婆和她的特朱政府 她說要有人權 團聚是人權 什麼什麼什麼 你就問她 中共和港共有何能力講人權 是不是 王全璋有什麼人權 劉曉波有什麼人權 眾志同學有什麼人權 選舉都不能選舉 DQ有什麼人權 國歌法又說要拉又說要鎖 有什麼人權 你現在又跟我說人權 這些就是我們需要攻擊這個政府 就是從民生 分分鐘就是最後一根道組 我覺得我們民間團體不應該 只是開幾個招待會 這個議題就是上街遊行 也有很多人遊行 我告訴你 團結所有香港人 都會覺得是有切夫之痛的 醫生 護士 住公屋 那些大學生 想讀碩士博士 但是碩士博士 給了那些講普通話的人 讀那些 巴士司機 你看到那些新聞 劏房 所有人都出來 佔領多一次都可以 這個議題 就是吃著這個議題 這個既是一個民生的議題 也更加是一個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就是 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 不想再吃這些 每天百五個這些 就是我們不知道什麼人 那些人 全部出來 自己決定自己的地方 是一個什麼地方 多謝大家 好 多謝你 以我所知 你們應該收到有團體 園主義名單的稿 是不是應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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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快必的講法 其實都講了我們大部分人的想法 那我自己就是土瓜環的社區 地區組織 義務團體的其中一個義工 也是當區的社區主任王議庭 我就想特別代表我們那區 其實當然一定不只是指土瓜環區 整個區 怎樣受著這個單程症的影響 就講今早我在土瓜環區 吃早餐 就可以看到一位男士 同一位女士 還有一位小朋友 三歲而已 在他們的對話裡面 那個女士 是要告訴那個男士 聽那個小朋友 三歲 但是 他是問那位男士 拿了一張身份證去影印 而他手上拿著的是 學生資助辦事處那張表格 我想表達給大家聽 這件事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什麼 不過 大家可能都在新聞裡面都明白著 什麼叫假結婚 而拿香港的社會資源 在土瓜環區我們整個重建 影響著我們多少劏房戶 真正的香港人 我們的市建局沒有關顧他們的需要 和他們安排住屋上樓 尤其天台湖 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拿著香港身份證 在這裡等了幾多年 等到最後一刻 市建都不安排他們的入住 二身移民 在公屋政策上 大家新聞也都看到了 只需要一年單程證 就可以申請排隊上公屋 如果你有家訪過探訪過公屋的 也都不乏好像阿快的所說 無論觀塘區 土瓜環區 我們真的去家訪過的公屋住戶 很多都每個月 可能回來香港一次 甚至三個月回來香港一次 之後他也可以擁有一間公屋 他也可以和保安很大聲說 其實我在上面做醫生 有幾多層住所 這種狀態 我們是沒有確實的證據 但是 其實政府部門是應該要有一個審批權 所以我們再重申 我們的立場是香港人 香港是要有自己對單程證的審批權 無論是否對抗了一些政權的矛盾 政治的元素都好 請問林鄭月娥 林太太 有沒有聽到我們香港人的聲音 林太太 我現在正式跟你說一次 我們香港人的聲音就是 如果有問題就要改革 你起碼作為我們的所謂的特首 你要聽香港人市民的民意 要代表我們的聲音 要夠膽為香港去爭取 我們爭取我們香港應該有的單程證審批權 我可以跟大家再繼續說下去 我代表我們的家長 我們的婦女界 就是在這些入學 幼稚園也好 小學也好 中學也好 年年要和什麼 單程證的小朋友去爭學位 由北區爭到來九龍城區 爭到來觀塘區 各區都是這些問題 這種情況 多影響著我們香港 我可以這樣舉例 由我們搶奶粉 我們作為父母的 奶粉 幸好當時怎樣 聽到民意改革的話 就有限奶令 對不對 好 下一步 水貨客 水貨客 影響著民生 令到這麼多香港市民 居民走出來反對 才會走一周改幾多行 這種都是一種改革 至少要民意 民怨這麼沸騰 才走出來 做多一點點事 我再說 現在公園也好 公屋也好 公立醫院 老人家要怎樣 醫療券 去我們那些 地區的私家醫院 看吧 不要整天回來覆診 因為真的很飽 那單程證 醫護人員都表達了他們的不滿 前線的醫生護士 有沒有聽民意 其實還有一大堆是 醫護的助理 那些姐姐 那種民意 有沒有聽過公立醫院的姐姐 怎樣怨 一個人要對多少個 不只是醫生或者護士 整個醫護系統都受著影響 這些都是民意 我再說下一個 縱緩社會福利 現在都有新聞說 單程證都可以拿縱緩社會福利 那為什麼 一年 又是這個規定 一年來香港 就可以拿社會福利 那大家都很知道 我們現在 今期最ad hot 是什麼 所謂的 4千元 4千元 你知不知道 4千元全市民都罵 是香港市民去罵 我僅代表我土瓜灣的街坊 我收足這麼多土瓜灣街坊的投訴 我現在就代表民意向大家說 我們真的有份為香港出過力 有交稅 我們只不過可能有一層自己的樓 動這個差響就爆了 我們真的有為香港去付出的 但是 4千元 沒有關顧到我的需要 而也都有一班單程證的市民 來跟我說 請幫我填表 我在香港 是沒有報稅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住在土瓜灣 不過 我其實是大陸公司支付人工給我的 所以我在這裡 是不會有任何日式的 我一定符合資格 同時我可以幾百元就租到長龍灣一個單位 事源是 它是旅遊業的 這個就是土瓜灣的狀況 很嚴峻 我就想讓大家再去反思一下 今時今日 今日最新的新聞 中大到龍瀚 我們紅瀚土瓜灣區 陸客旅客 影響我們的生活住區 源頭一定要減人 如果不是 我們香港民怨沸騰 誰為我們發聲 是不是要全香港市民走出來 反對這個特區政府 反對林鄭月娥這些這麼冷漠 無情 真是糧薄 他和羅志光這種糧薄呢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 已經是說到口水都臭了 林太 你如果覺得你是一個人 你跟我說良知 中港關係 有沒有良知 有沒有關顧別人家庭需要 你如果香港有審批權 自然就真的可以審核到哪些家庭有需要 而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這麼多問題 這麼多假結婚 這麼多假婚姻 你都漠視民怨 而捐五百元去給一個乞丐 根本就是離地的高官 我謹代表土光環街坊 今日向大家表達民意 好 好 我有點補充 不好意思 快的快的 好快很快 我們目標四點前 完了各位記者 放心 待會最後十五分鐘 不好意思有點補充 我拿了七民間約章 其實我也想爆些料 其實現在很多大的機構 就請外判公司 而外判公司請的人 是每個禮拜出一次糧 是不用經戶口出糧 是不用經戶口出糧 高官是不會不知道 是可以容許他們 只是說沒有了勞工的保險 也沒有勞工福利 出現金 這些人的 瘦身的人物 就是拿著綜援 排著上樓 又不想超額 是我們香港年輕人蠢 應該找這些工作來做 這樣就不會爆額 要逼住劏房 還有這些瘦身人士 要逛街址 新移民未能工作 那些情況下 全部都是這些外判公司工作 這些你們可以探討一下 是大機構的外判公司 容許每個禮拜出糧 就是這些瘦身人士 影響了我們香港的體系 好 好 好 我們先 楊先生 先先 我是楊文俊 我看到之前的幾位分享者 都說得很清楚 不過我想補充一點 其實在1999年 是有22位港區人大代表 其中包括鄭耀堂 曾憲子 譚為珠 馬力 再加上曾德成 其實當時是聯署要求 這個特區政府是可以允許他們 特區政府是可以參與 單程證的審批 所以對於林鄭說 去審批單程證這些是 就是有違基本人權 亡內的家庭團聚 其實它所說的 其實是不符合建制派 以至其他派別的一般 都不符合香港人的福祉 而另一方面 所謂家庭團聚這一點 其實我是很不明白 為什麼現在政府 每一天都在推廣 例如大灣區的發展 或者整個香港人 或者大學生上大陸發展 我們看到現在不同的大學 都會有很多 例如由新代文化協會 去搞的一些遊學團 或者叫人們不職業之後 會不會考慮去大灣區發展 其實 如果大灣區真的這麼需要發展 其實所謂家庭團聚 其實未必一定要在香港 可以在大灣區 所以我覺得 所謂的林鄭月娥 以至她本身這類的立場 以至對整個 單程證的審威強的看法 是完全是麻囤的 所以 我相信 收回單程的審威權 應該是全香港人的角色 好 好 好 有幸 快 好 佔領 有幾個點 我想 第一 今天為什麼會遲到呢 就是我住大嶼山的 我出入的交通是必須要搭一程巴士 才去到地鐵站 我們以往呢 在這些時間搭巴士是很輕鬆的 車不會滿的 但是現在呢 自從三年開始 那個150人這個數字來到香港 越來越多 塞爆了我們大嶼山 還有這個自由行 我現在平均每一次呢 乘巴士一定要等四步以上 有時候我要打電話去電話 不是打電話去巴士公司 罵人 他們巴士公司在總站上了 或者是中途上了 在很多沿線上不了 我是要等四至六部車 才可以完成 由我家去到地鐵站 這十分鐘的車程 這個影響是非常之嚴重 不只是我方便的嚴重 而我們大嶼山區的巴士線呢 因為要上很多山和轉很多彎 以往就只可以用單程巴士 現在要用雙程巴士 我們在說的是一個要上很高的山 轉很多彎 我們現在在說的人口問題 在香港那個承助力已經爆到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在冒生命危險 我們每一個人在冒生命危險 去承擔政府不肯負責任 對於我們香港這個人口管制 很好笑的 我昨天和漁護處在那裡 在談這個牛隻管地 近期都聽到很多野豬問題 是吧 我們大家都說動物 現在經常都在這裡 什麼滋擾人 去到我們的地方很危險 我們被人滋擾 究竟是大陸人多 還是野生動物多 誰比較危險 我們除了我們每天的交通 要面對很多不懂路面的遊客 還有很多好野蠻 那些是生回來的 來到香港 要逼我們的巴士 要服務它的需要 是不會跟我們香港的秩序 剛才我在地鐵站出來的時候 走那個自動走廊的時候 他們不會跟我們香港 習慣站在一邊 我們被人過 他們沒有這個秩序 因為他們在國內的生活 沒有人要求他們 跟一個公民社會的秩序 沒有的 我在問香港政府 你繼續去容許這150人 每天無條件地來香港的時候 你就算不收 你是不是應該要求中央政府 在內陸 在所有申請這些單程證來的時候 他必須要熟讀我們香港的《基本法》 必須要懂得起碼一千字 繁體字 他們應該有個要求 去準備他們移民 去一個他們不熟悉的地方 怎樣去生活 這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秩序 他們都不懂的時候 不斷放他們 那同開放我們的關口 讓全世界的病毒 進來我們香港 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現在不單止 很多朋友都每天去搭地鐵上班 是不是 我們的地鐵站 現在每天 告訴大家 幸好我不知道 大陸可能 全世界花了很多錢 他們的敵人 沒有打算去攻擊他們 我們現在香港 已經是成為 如果中國有敵對勢力的話 我們香港現在是全世界 被這個恐怖分子 最有吸引力的攻擊地方 真假真假 所以我在這兒嚴峻去要求 我們香港政府 我給一個月的時間 你去回應我們香港市民 必須要拿回我們 單程證的審批權 還有我們建議我們的政府 在未來的三年裏面 要暫停 起碼三年要暫停 這個每天150人的審批入來的香港 令我們可以 香港的公共服務 可以舒緩到的壓力 處理了我們現在現對 所有 無論這個健康風險 這個環境風險 這個秩序 這個罪案 所有的事情 我們的前線人員 是爆了煲的 我作為一個保育工作者 我過去那兩年 只是清垃圾 我們現在爆的人口 不只是住的問題 我們全部的環境污染 是以同樣的數字 去處理每天在爆的人口 所以 我們一個月時間 給政府回應 在三月頭 如果政府沒有一個正面的回應給我們 我不排除 會發起再度佔領 多謝 好 好 好 記者朋友都明白的 我想很多都是你們心裏面的感受 因為今天是沒有辦法制止大家的發言 因為太多奴騷 好生氣啊 好 我是進步教師同盟的代表蕭新泉 我就很簡單說 其實所謂的林鄭所說的團聚 究竟是團聚還是仇聚呢 其實我們看到 她搶了香港的資源 香港市民的資源 我不說了 因為有很多講者已經說了 如果真正所謂下來 香港團聚的所謂的移民 我們學界見到有些家長 有些小朋友 她來香港 未輪到公公的時候 她們要住劏房的 可能住三年四年劏房 我們見過一些個案是 一個正常的小朋友 她來香港住四年劏房 然後她又適應不到香港的生活節奏 那些教學模式等等 有一個正常的小朋友 變成一個有自閉傾向的小朋友 究竟這班所謂真正想來香港團聚的 是不是真的團聚還是受聚呢 除非那些拿福利那些就領繼了 所以我認為整個 如果我們不拿回審批權 其實無論是香港人 或者真正想來香港團聚的人 都是攬炒的 所以林鄭 麻煩你真是拿回審批權 為香港人發聲 好 補充多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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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很重要 因為現在所謂的審批權 那個理由 作為團聚就是 就是因為過往內陸 這個其實是一個政府要承擔一個人道的服務 但是我們現在內陸是沒有戰亂 沒有這個人道危機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沒有這個責任 去提供一個在原居地 居民在原居地 沒有任何令他們生命有危險的情況之下 去負擔這個責任 所以所謂的團聚其實是不存在 不存在 因為在大陸沒有任何人權危機 或者人道危機 所以我們這個責任是終止的了 我們香港是不需要 我們去提供這個 allow他們的residency 是一個人道的成計來的 好 多謝各位嘉賓 你們都是我們的同路人 盡量都不停你們 不過今天真的時間 我們希望四點完 那可能坐過來 等會有些人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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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有個總結 聽到這麼多朋友 那我有個感受 就是 香港呢 香港人是很慘 就是 這麼多 我說完 香港人呢 在這麼多年來呢 都是在存在一個資源爭奪戰那裏 那裏 那我由香港人出生講起 出生呢 就要孕婦就欠床位 欠奶粉 然後呢 去到小學呢 就欠學位 然後呢 就去到 找工呢 就去 首先排公屋 就欠公屋 因為單程證是可以 一半的 就已經是上到公屋的了 家庭的比例 是啊 然後呢 去到 如果不舒服 去到老呢 就要欠床位 那麼 去到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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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欠停時間 我們香港人 是不是還要這樣 生活下去呢 我覺得問題的癥結 源頭 必定是單程證 每日一百五十個 二十年主權移交以來 已經一百萬個 如果香港政府 真的關顧每一位市民的民生 請聽一聽 每一位香港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願望 就是 爭取回單程證審批權 和大幅減配額 我是認同 剛剛所說的一些 在座的朋友 先停幾年 去等 這個 即我們的資源 得到消化到這個 新來的人口 現在爆了 好 所以呢 未來兩個行動都很大機會出現 第一個呢 是 我們將會將今天的聯署的信 放上網 那麼 待會呢 我回到電腦上 就已經可以放上網 那麼各位團體呢 都可以交給你們的朋友 散開去 會有一個聯署的文件 聯署信呢 就會是 就會是 可以 將它 更多市民去聯署 那麼我們是 必定會在新年的時候呢 將所有這個聯署呢 交給特首行政長官 和約見他 討論 是 因為有特首說 隨時願意這個門打開討論 嘛 我就和你們討論這個 單程證審批權 和單程證數量 第二樣呢 就是 如果各位團體都 合想的話 我相信 二月內 有一個大遊行呢 是 一觸即發 那麼所以呢 我們很希望 就是 政府回應這個訴求 就是 基於香港的資源不足 我們需要優先 是去照顧香港的利益 是必須 是 拿回單程證審批權 因別 一些來港的人士 是否適合來香港 還有要大幅減數量 很希望 無論 就是大陸政府 香港政府 都要聽到這個民意 好 問題是時間 請問 請問 一數英文問 首先 關於我們 公共的醫療危機 政府認為我們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會更加 更加 多錢 可以告訴我們 為何這個問題 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 第二問 一問 其實 我們認為 醫療服務 在公共醫療 是主要的 就是因為 民進化 公共医療 適合 公共医療 公立 公共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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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首先請政府控制單位的平息 而因為政府要與中國 美國保障的規ising 商訟政府將會保障速公司簡 devenirote特別公司 campbell的атели 這個人是在香港jem Airline Party 利用這些醫療部 leur技能 您提 describe大家 你們 Ada比較古老人 因為香港正在批准制限制限制的公眾 我們看到的數據 比較多年齡者 十何年來做的 這些人來自行的服務 如果我們不可以取回控制制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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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those people are coming to Hong Kong to compete with local Hong Kong people for medical services. That's why not only us, there are many doctors in a public hospital like Mr. Wong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oretically and deeply, that is only reducing the single-way permit. 我再補充一句 我再提一句 根據《基本法》第22條 香港政府是有權 就入境的人數提供意見的 請問林鄭月娥 向大陸政府提供了 我們香港人已經迫爆 醫院爆煲的意見沒有 我相信大部份香港人 都希望減單程證 甚至停單程證 好 多謝各位 好 謝謝 謝謝